我今天要示範了 可以做視訊切換的instagram live的這個直播教學過程 那我會用兩個視訊來源 第一個視訊來源是用一只sony的照相機 這只sony的照相機是照著主持人 我就是主持人 然后呢第二個視訊來源就是這個iphone的這個影像 直播過程中我會講解這個iphone裡面這影片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那這兩個視訊來源都會連接到這一個 視訊導播機antamini pro 再將他的hdmi連接到我的設備去做直播 那我們實際看要直播的過程 雪中之駕絕對不是像一般平面道路一樣 我給你看一下我在日本的影片 打開來然後呢就可以 這是我實際在雪中之駕的情況 你們看到路是白色的啊 白色表示說啊那是雪要特別的注意 我這個直播很特別我沒有透過電腦的obs 我是透過這一款 這個就是 直播專用的平板電腦 他非常特別哦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平板電腦都會有前鏡頭跟後鏡頭 這一版的平板電腦他是沒有前鏡頭跟後鏡頭 譬如說這邊有個hdmi 1的輸入 他就取代掉這個前鏡頭 hdmi 2的輸入他就取代掉後鏡頭 那我的玩法就很簡單了 就是將這個 攝影機 還有這個 iphone的影像 連接到這個視訊導播機 視訊導播機他後面有一個hdmi的這個輸出嘛 那hdmi輸出我就連接到這一個的後鏡頭 所以啊 insta 在做直播的時候你只要打開後鏡頭的時候 他就會抓到這個 導播機的畫面 那你在做直播過程中你就可以用導播機去做個切換這樣子 我們先不要接導播機啊 我們只是先接台sony的這個攝影機 如果只是先接台攝影機的話怎麼將攝影機的影像 灌到這平板呢 很簡單你看到後面有一個 hdmi 1跟hdmi 2 那我要抓那個後鏡頭嗎後鏡頭就是這個洞 我只要把這個 攝影機的hdmi連接過來就可以了 這個平板電腦有三種方式可以連接網路 第一個是有線網路 第二個是這個wifi 啊第三個是這個sync 就是我們手機的sync 那我今天採用的是 有線網路 那我們在下載instagram 這邊有個叫google play 打開來 你就打開你就搜尋instagram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 然後呢 下載完之後 他就會到這個谷歌空間裡面去 然後呢 你就打開instagram這邊 加 直播 哦這時候的畫面就是來自於這個攝影機 有沒有看到 那你們注意看這畫面好像是 這樣子 這樣才是橫式的 我們ig都是做直式的 所以啊我要把這個攝影機 轉90度 這時候畫面也是 呈現90度了 那我們來看看說 這個攝影機啊 轉了90度之後 他在電視會怎么呈現 我們把他接到電視看看 當我的相機轉90度的時候 他的hdi連接到電視 他就會呈現 這樣倒的90度 那一樣的道理我要連接 還要連接個iphone的視訊來源啊 我的視訊來源是不是也可以讓他 在電視上呈現這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 這是iphone嗎 然後這是那個 iphone的那個轉hdmi的那條線 那把連接到電視看看 當iphone 呈現直式的時候 我預期啊他在電視要這樣子 畫面才是 可是他竟然是呈現的是 直立的然後左右補黑邊 跟剛剛我們的相機是不一樣的 相機給你看一下是長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要怎么將我的 iphone的影像變成 這樣子全螢幕 投影到這個電視 我們來介紹一個產品 這個就是 手機直視投影 播放器 他可以將你的手機直視的 畫面 呈現全螢幕 投影到你的電視 首先將你的這個 電源接上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 usba的接口 這個就是接你的數據線 以iphone為例他就用這個 lightning的傳輸線 把他接上來 然後呢這邊再把他接到你的 iphone 這樣就好了 這邊會輸出hdmi的訊號 hdmi的訊號我就接電視 這時候你的iphone的 畫面就是躺著全螢幕而且是往右轉 這樣子的畫面我們就可以丟到這一個 視訊導播機 好我們再把這個設備連接到這個 直播盒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將導播機的這個hdmi的輸出連接到這個平板電腦的hdmi 2的輸入 我們 再打開這個原生版的instagram app 就在這個google play就可以下載的到 這裡 你就去打 instagram live 開啟 我們開始做直播 這裡有個按鈕按下去 加 直播 開始直播 今天就是分享 採用兩個視訊來源做視訊切換的instagram live 第一個視訊來源是這個 sony的攝影機 然後第二個視訊來源是iphone的影像 我在講解過程中會分享iphone裡面的影片 好我可以透過這個 視訊的導播機 然後做個視訊的切換 哦 channel 1就是sony的攝影機 channel 2就是iphone的影像 然后呢將這個視訊導播機 的hdmi連接到這個特殊的平板 那這個特殊的平板我們在google play 下載這個原生版的instagram這個app 直接在這個instagram app上面做直播 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在日本雪中自駕 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在雪中自駕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雪中自駕絕對不是像一般平面道路一樣 我給你看一下我在日本的影片 打開來 然後呢就可以 這是我實際在雪中自駕的情況 你們看到路是白色的啊 白色表示說啊那是雪要特別的注意 那這個雪會不會滑呢我等下再告訴你 我可以下一次 然後再說我 是雪中自駕絕對 小雪是白色的 你是不是就算你 你是不是會把我 你是不是有什麽 是我 所以你就說